何以亭否認富貴 不怕素顏出街 十歲美國女童 操得fit爆腹肌 網上扭傳說十隻手指 都可以用到touch ID解鎖 今次日日有優惠 有便葵式藍牙小音箱 和護膚用品 BunFun主博生來啦 大家好 歡迎收看BunFun主博室 其實好多女團合作了一段時間 都會嘗試單飛發展 希望可以學會自立 嘗試多元化發展 好似日本性感水象偶像 山田男實就是一個好例子 她還有一個好雲大的心願 是什麼呢 去片啦 山田男實是日本女團編成員 上個月畢業就離隊單飛發展 她說非常不捨得 又覺得沒辦法向她們報恩 而覺得不好意思 但她承諾會用另一種方式回報 男實決定向女演員方面發展 為達成拍荷里胡片的心願 上年四月就全力學英文 希望將來可以獨自去到美國旅行 而她還希望將來可以用英文和偶像職業特工隊 女性Rebecca Roggensen 一起演出 講起近年無線力捧小花 何依婷就是其中一個 她做節目主持很出色 在劇集機場特景裏 亦都引起好大迴響 人紅自然多新聞 說她駕駛車出入 聽下她怎樣說這件事 何依婷現身電視成為節目進行彩排 早前就有傳她駕駛車出入 難道她真的忽然變富貴? 唉 哪有忽然富貴 沒有富貴 我還沒富貴過 我二手買的 大概的車都七年車齡 她寫到她很富貴 那輛車很富貴 但我買回來的價錢便宜很多 我第一次 因為那時候我發現有記者在後面 我第一次面對很害怕 那時候很徬徨 那我就馬上打電話給敬禮人求助 那後來她也有教我怎樣處理 還有自己回家都 有想通了 就是覺得其實都無所謂 會不會撿漂亮一點 以後外出街 撿漂亮一點? 很差嗎?上次 我沒有了 哈哈哈哈 真的不要 一個不漂亮的馬力撿漂亮一點 很有說服力 哈哈哈哈 因為我想起是不是上次有些樣子太壞了 我不知道 嗯 嗯 OK的上次是 因為剛好做完事 但是你說會不會怕素環出街呢 我也不怕的 我覺得素環出街你們未必認得我 哈哈哈哈 可能更安全是不是 嗯 是不是在擔心 是 不會找你男朋友的嗎 什麼時候 分手很久了 很久了 現在也有的 哈哈哈哈 但是也不想連累其他人 所以也可能要跟其他男士 保持社交距離 我是喜歡男士性格內向一點 就是我會喜歡他 可能對著其他人 不會很熱情 很多話說 可能只對著我多話說 那我就很開心 哈哈哈哈 有沒有想過藍麻喇叭 除了播歌 還有什麼功能呢 天太音響這個便攜式藍麻小音聲 附有兩支無線麥克風 可以給小朋友拿著演講 訓練他們的表達能力 家長還可以跟小朋友互動 一起學習 唱歌仔輕鬆一下 因為這部親子學習演講機 本身已經內置八百幾首歌 有陪你唱啊 總共還有三隻顏色給你選的 介紹那麼久 終於講到價錢了 原價2138 一隻有優惠的 只是1288 還送一隻汽車造型的手指 快點按一隻搶購啦 講起港姐 有一位不可以不提 就是十優港姐麥明思 她去年年底宣布和無線改遷錄頁制 轉行擔任商業顧問 不過有傳因為收入大價 兼覺得寫自由生活苦悶 已經想重返娛樂圈 但這個目前只是一個傳言 我們就先看看她的美麗OL 麥明思去年底宣布和無線改遷錄頁制 不做artist 轉行擔任商業顧問 重拾律師本行 之前在主持過的節目 年輕人聊聊天 跟一班舊拍檔玩視訊的時候 她就新轉行之後收入大減 還放風說不排除之後都會回到TVB 只是過了半年的寫字樓生活 就嫌人工低兼格滿 據知現在她的人工每個月大約四萬多 比起一般打工仔聽起來不錯 但比起做藝人 之前似著十一港井這個銜頭的她 拍的廣告出的活動 閒閒地都錄位數字起跳 收入明顯大減幾倍 3月中的時候去了台灣做事的她 都有回來香港出席導演葉念心的生日會 據知她當晚亦有向樂易靈主動提及想回到TVB 我們一於去問清楚 等了那麼久 終於見到Louisa在下午茶的時段 補出office 見她這一身平淡的OL打扮 跟兩名男同事一起 去到附近的商場咖啡店買飲品 等著的期間 她就跟兩個男生全程計斷不斷 離開的時候 還外賣妹上心 兩隻手都拿著飲品 喂Louisa 聊兩句 不好意思 我也問你幾句 其實你習不習慣現在的工作生活 想問一下 Hi,Louisa 其實不是打算退出幕前嗎? 不好意思 不少女生都想練人魚先 覺得練到六塊腹肌身形看起來會更加美 不過要練得成就需要堅持和毅力 美國有個十歲女童就練成一身六塊腹肌 年紀輕輕的她都成功 所以我們都要努力 美國喬治亞州有個十歲女童莫直爾 年紀輕輕已經練成六塊腹肌 難怪在Instagram已經吸入五萬名粉絲追隨 好多粉絲還留言問她究竟怎樣練成 真是好領人鋪圖啊 而莫直爾的媽咪吉爾就說 女女是去年才開始健身 一時就迷上了 還說她每次一去都練成幾個小時 難怪在片裏面見她 每次都好用心練習多個動作 之後吉爾又說莫直爾 每朝五點半就會起床健身 每個星期訓練至少三十個小時 而她從來沒有逼她健身 是女女好堅持不斷鞭策自己 那麼乖和那麼聰明 真是不給賺都不行 通常女生都對閃亮亮的東西 沒有抵抗力的啦 不知水晶原子筆又是否攻陷到你心呢 這支精緻典礙的原子筆 賠上司華樂世奇水晶元素 筆桿膠管填滿了過千粒鑽石影透明水晶 真是美得不得了啊 就這樣握在手都已經覺得整個人很elegant 仙氣女神又不是你 她有銀色金色玫瑰金和紫色給你選 一定有隻色適合你心水啦 這麼美的筆原價要358價 但是每天有一圍送上超低價 238元就買到了 還送6支水晶圓筆給你 價值120元的 送你自用刀一流 快點按按下下單啦 現在個個戴著口罩 不單止說話細聲了 又見不到對方說話的表情 真是笑了都不知道 不過不要緊 我知道美國有個遊戲設計師 設計了一款非常特別的口罩 可以令到對方看到你的心情 美國遊戲設計師 Tiler設計了一副LED口罩 令大家戴上口罩之後 都可以展露笑容 隔著口罩也可以有表情交流 片中見Tiler戴上一個黑色口罩 當中安裝了LED燈 燈光會按配戴者說話而有變化 就好像變成真人的嘴型一樣 而且LED口罩的燈光可以變成笑容 為大家帶來苦中一點甜 另外Tiler也在網上上載LED口罩的製造方法和材料 包括8X8顆LED燈、麥克風、9V電池等等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看看 提起靚車 不少人都會想起一些超級跑車 但我就比較喜歡實而不華 越看越耐看的型格靚車 他們去到街上未必那麼吸睛 但擁有卓越的性能和一流的內涵 以下接下來介紹的這輛靚車 就適合我心水了 不知你又怎樣看呢 並且Mercedes Benz 剛剛在香港推出全新一代GLA 進化到第二代的GLA 闊度和高度都增加了 尾箱空間同樣有增長 交上代增加14個L 車廂更加寬敞、舒適和實用 這輛靚車最大馬力為163HP 扭力就有250M 而且非常低耗油 這輛車除了黑色之外 還配有不少紅色座點序 頭幫把注入紅色箱間 全車皮革座椅配上紅色縫線 前座手直對出的儲物箱蓋 滿上有Addition字樣的炭纖維 配上紅色氣氛燈 極富運動風格 最近經常聽人說想買個蒸氣鍋和氣炸鍋 覺得有了他們在家煮食就非常方便 不過不是每個家都有位置放兩個鍋 但不要緊 我知道現在伸出了一部蒸焗爐 可以雙層炭條 喜歡煮食的你們要留意 這個蒸焗爐具有20公升容量 兩層突軌設計 可以進行雙層炭條 以及設有5種炭條組合 包括蒸氣、健康炸、發酵、控焗、蒸氣控焗等等 而且這部蒸焗爐也具備3種蒸氣模式 分別有低溫蒸、元氣蒸和燉煮 設有最長3小時的蒸燉和自動溫控設計 另外它的控焗功能都非常好 可以控焗肉類、魚類、蛋糕、薄餅等等 所以一部機器就可以滿足你所有願望 你覺不覺得我臉紅紅? 不覺得?那就好了 證明這個保濕抗敏感套裝有用 這個套裝包括有機白玫瑰花水 以及有機昏衣草水各一支 適合任何膚質 有機玫瑰花水可以抗氧化、保濕、蛋包免白之餘 亦都可以舒緩皮膚紅棗含藥 而有機昏衣草花水可以鎮靜皮膚 平衡油脂分泌、修復和促進細胞再生 還可以舒緩暗瘡和皮膚炎 套裝原價980元 一日有優惠的就是833元 還送完環保袋 貪美的你們快點按採購吧 居近鄧佩儀在劇集《何魔的2.0》大展下公 不少觀眾都讚他演技進步不少 哥爺就自爆曾經有一個最痛經歷 所以他就用這件事幫他入戲 我記得有一場是生死邊緣 要哭 那一場我很深刻 因為當你身邊最親的人 你真的會願意去換自己的命給他 那一場戲是類似的事情 親情的話我大部份都是開心和感動到哭 我從來沒有試過傷心到哭 曾經都試過因為某一件事 我連續哭了兩個小時 然後我媽媽看著我 都連續哭了兩個小時 但於是不說了 其實追通越來越多眼淚 不是因為自己那件事而哭 而是因為你媽媽看著你 不斷地流眼淚 因為你在流眼淚 所以我到現在有時候 如果有某些戲需要這樣的感覺 我一想起畫面 想起細節位 他坐在我對面 那就醞釀到那個感覺 要很開心還是不開心 那一次是唯一不開心 很多私打假男朋友都一樣先 但我就覺得男人最重要有才華 有學識有內涵更正 我認識很多攝影師都很有型 但要做一個輕鬆的攝影師 一定要擁有一個好的平板電腦 不是撿相都撿到傻了 又怎消瘦得起啊 我們先來資深商業攝影 實測了一部新出的平板電腦 馬上去看看 其實這部新的Wacom Mobile Studio Pro 新版本 和上一代最大的分別 其實是Rub CPU 由第八代的CPU 取替了之前的第六代CPU 而且它的GPU 那顆NVIDIA的Display Card 是比上一代快了差不多六倍又多 那這張新的Display Card 除了快了之外 而這部機後面的背板 其實是可以打開的 打開用來做些什麼呢 主要就是可以自己加RAM 和自己換那條NVNE的SSD 那這部機理論上最大 是可以加到64GB RAM 亦都可以加到市面上買到的 大概是2T的NVNE的SSD 那當然 整部機的結構設定 和上一代是一模一樣的 亦都在用一支ProPen 2 那基本上是有八千感額的 基本上這件事是 而這部機和上一代最大的分別 其實就是之前上一代有三個USB Type-C的Port 而這代呢 就將它變成了可以兼用Thunderbolt 3 即是說即使這部機 你覺得效能都不夠也好 你還可以加External GPU 去提升這部機的效能 那我在用這部機的時候 我發覺譬如我用Lightroom 又或者用Photoshop的時候 Conware相片的時候 好像是明顯地快到上一代 都幾多的感覺到 尤其是Conware一些16bit的Tips出來的時候 是快到都幾多的 而我在Photoshop裡面 用一些比較大的Bush 例如可能去到500-600pixel的Bush的時候 滑下去做Smoving 很明顯都比明顯是爽很多的 而畫面上面的細緻度 這部對我來說 分別跟上代都很近似 都基本上是一個4K螢幕 色域Cover也是ARGB 比較高一點的色域 市面上買到高階一點的螢幕 其次 如果你問我這部機 跟上代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有件事是很重要的 上一代我是要自己獨立買個Stand 這一代它跟著給我 這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挺需要的 那對我來說 為何作為一個職業的攝影師 為何我會喜歡用它來執照呢 其實主要有幾個原因 第一 它的Bug真是好用 它可以自己customize 一些不同的shortcut 在一部機器 機身側邊這排鍵裡面 而且也可以on screen 去做一些不同的shortcut 令到我在用Photoshop 撿照的時候 我變相地好像多了幾個不同的menu 去用 甚至乎是每一個application 即使你是用Premiere 用Lightroom 甚至乎是用Photoshop 在每一個這些application 你都可以dedicate自己獨立去設定這些shortcut 變相地有時候 如果真的要on location 或者去到酒店不同的地方做事 即使你沒有帶的keyboard 也好 其實只是一部這樣的tablet 基本上可以完成到你的工作 美國很多家學校 因為疫情的關係 都取消了今年的畢業禮 但有些學校 就希望可以為畢業生 這個這麼重要的時刻 帶來美好回憶 所以就舉辦了一個非常另類的畢業禮 佛羅里達州基偉斯特市一吉高中日前 就別出心裁 搞了個水上畢業禮 片中所見 一班畢業生 就戴上口罩和四課帽 還穿上畢業袍和救生衣 他們就騎著水上電單車出海 駛過一艘小型遊艇 接過校長龍佩拉 用長江遞給他們的畢業證書 龍佩拉就說 所有學生在畢業禮之前 都接受了駕駛水上電單車的訓練 加上穿了救生衣 確保安全 而整個畢業禮的過程中 沒有一個學生出意外度海 相信這個畢業禮一定令他們永世難忘 用iPhone的朋友 在現在戴口罩的情況下 最關注一定touch一點這個功能 因為真的太方便 早前iPhone SE就有這個功能 大家都說正 不過系統本身只被用家輸入 五組指紋資料 但網上流傳說十隻手指都可以解鎖 究竟是否真 馬上去片看看 最重要是我們明天 繁紛主播室再見 相信喜歡iPhone SE的朋友 都會很鍾情它的touch ID指紋功能 但它裡面只能用五隻手指的指紋 網上流傳了一些方法 可以十隻手指都開鎖 讓我試試是否真的可以 首先入了設定 然後按touch ID與密碼 輸入自己的密碼 然後按加入指紋 然後把自己的手指引進去 然後按繼續之後 就可以用另外一隻手指放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一組 我現在就繼續輸入另外八隻手指 先看看是否真的用到 我剛剛就測試完了 真的十隻手指都可以開鎖 不過我覺得手指尾就比較難發力一點 大家正在使用iPhone SE的朋友 或者使用其他舊機都不妨試一下